入住饭店放松度假 少不了要享受饭店内设施 户外游泳池 夏天除了泡水消暑 还可以享受美景 为了要达到绿色循环 原本最大用水量的游泳池 也可以回收再利用 经过处理 作为灌溉浇花 以及花园蓄水池 在多年前 我们就有设置了 就领先了各个饭店 那设置了五台 造价将近两百万的 一个双校热壘 那这个热壘呢 它除了能够 就是加温我们淋浴 这边需要的这个热水之外 那么同时呢 它也可以冷却 就是在这个空调 这边需要的这个冰水 自从装了这个双校热壘之后 我们的这个节水啊 节垫大概有节省在 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 在饭店的房间内呢 上水龙头有加装省水的设备 而另外也希望续住的旅客 可以减少像是毛巾 或者是床单的换洗 来减少用水 因为像这样 环保节水的观念呢 已经成为各大产业的重要方针 目前国内民生用户 每月五十度以下 水费大约两百到三百元 占台水用户数百分之九十二 已经研拟针对低用水户 不涨反降 调降幅度可能超过百分之二 用水搭户线阶段水费 是以四级距的标准 未来可能会有调幅 会朝向说 尽量不影响到整个民生的一个用水 那至于说用水量比较大的一些 这个工业的这些厂商 我们会检讨整个急剧 让这些用水大户 在用水的部分 能够来做一个节约 对整个供水的稳定 会更有帮助 目前这个议题 还是在公司内部的一个讨论 超过两百度 一千度到四千度的用水量大户 目前占台水用户的百分之八 用水量占比高达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未来如果拉大急剧价格 用水量越多缴费越高 其中用水大户是电子业 钢铁业 纺织业 以及水泥 其中像是台积电因为用水量大 也有节水措施 包括厂房系统 用水减量 增加废水回收等等 另外在制造业 则有业者开始走向永续经营 这一颗颗不到一公分的碳酸粒子 其实是造纸的原料 一改传统木浆纸制造 需要大量用水 这种石头粉取代木材 不止减碳 用水量也大幅减低 因为我们的制程 不需要这些纤维 也减少很多这些强酸强碱漂白剂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不需要怎么去用到这个水 那我们的材料里面有差不多是80%的石头粉 加上两层的胶 所以在整个一个粘合上面 我们就不需要用到些水来去做这个浆 所以我们的一个制程跟这些木浆纸的一个制程就比较不太一样 以制造一顿的石头纸来看 可以减少砍伐20棵树 也减少2万公升的水 迈向环保 也因应未来水费调整的制造成本 台湾水价是世界第三滴 也将近30年没有调涨水费 根据数据 2023年台水亏损达到43亿元 要如何让台湾水资源达到最有效运用 符合经济效益 人得审慎评估 其实耗水费的开征也有一些相关规定 就是说今年用水比去年用水少 或者是它可以骑出一些节水的方式的话 其实耗水费可以是减免或者是免征的 基本上不太可能在一两年发生很好的效果 可是在比较长期的话 企业就变成需要去检讨自己的用水 去改善它的流程 不管是四段或六段 基本上让它是更有弹性 更有弹性的话 其实会更精确的 针对一些用水户 让它有更大的诱因 目前四月调升电价的风声越来越高 用电大户半导体业首当其冲 外界预估调幅将超过一成 迎来水电双涨 企业工厂就得思考如何节约或转型 才能减低成本 TVBS新闻与辛亥流军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